说到彭宇燕 很多人都觉得她颜值高 演技棒 确实见过她的人觉得是非常努力 人格魅力闪闪发光 她呢无疑是无数女生中的理想型男友 但是在近日的品牌活动上面 国民男友彭宇燕却感叹说自己命苦 苦在哪啊 来看看 我今天特地选了一套 对 还转眼睛 很希望你这个有帮忙王子的感觉 颜值高 还不忘精心打扮 国民男友是彭宇燕骑谁呢 而她本人也是欣然接受的节奏呢 蛮好的 蛮好的 可以继续叫 没关系 当然 除了颜赞之外 彭宇燕的孝顺也是她成为国民男友的加分项 前两天她在百忙剧中抽空陪妈妈过了母亲节 有什么好吃的 大家去吃吃 除了这两大魅力点 彭宇燕在事业方面更具有一颗挑战心 近几年她努力颠覆高富帅形象转型拍打戏 虽然这背后原因听起来有些心酸啊 我拍的爱情片 大家好像没有什么看吧 大家都不喜欢看 可能动作片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看 黄飞红 今生不会忘记你我的梦 虽然打戏步步迈作 但拍摄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受伤经历 也让彭宇燕一番自贪自怜啊 我可能比较耐操就比较 就是一些擦伤 疑伤 有流血的 我可能命比较苦一点 而各种流血事件 也让彭宇燕对下一个要挑战的角色 有了以下的要求 只要不要运动类型就好了 原来星天地台北采访的 就好了 就好了